大家好 我是袁凯文 歡迎收看今天的YouTube短片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特別的話題 就是關於接種疫苗 如果媽媽餵母乳 究竟可不可以打疫苗呢? 如果大家覺得看完這條片 覺得是有用的這些資訊 歡迎大家訂閱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特別是餵母乳的媽媽的朋友 這不是什麼建議 但是我們看到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國家 對於餵母乳的考量都是不同的 所以很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那為什麼會這樣跟大家分享呢? 其實坦白說都是有自己家的情況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凱文其實都有一個五個月的小朋友 現在太太一直都在餵母乳 因為最近都出了疫苗 復必泰、Beyond Tech 所以都在考慮究竟是否應該打 但是看回政府的網頁 其實寫得很含糊的 甚至是覺得是會有風險的 香港的說法是怎樣呢? 它就說 一般而言 餵母乳的母餐接種新冠疫苗 不是一些常規的建議 但是如果是有些特定的群組 例如醫護 會接種一些新冠肺炎的病人 那是可以接種Beyond Tech的 也說明其實餵母乳的婦女 就是不應該接種科興的疫苗 那我首先想在這裡講一講 為什麼不接種科興呢? 而可以接種Beyond Tech呢? 那就是因為科興是一些滅活疫苗 其實都是有一些病毒 不過是減弱了下去 所以其實他們都會覺得有些風險 但是這個Beyond Tech 復必泰 因為它用那種MRNA的技術 就不涉及這些病毒的 只是涉及改一些訊息 來做一些抗體出來 所以這個是基本去做 但是即使你看到香港的情況 其實Beyond Tech 都不是很肯定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個Beyond Tech這隻疫苗 其實做這些所有研究 臨床研究很有趣的 就是通常都是會保障一些弱勢社群 就不會讓他們參與那個研究調查 變成一些懷孕的媽媽 或者是胃部母語的媽媽 其實這裡都不會在第二三期 臨床數據會請他們來做那個調查 所以也是這樣 其實整體來說 是全世界都沒有一個的數據 是可以判斷打疫苗 是不是安全的情況 這個也是世衛這樣說 世衛也是說 因為是不足夠的數據 所以他就不建議那些媽媽去打疫苗 但是如果是一些很高感染的風險 那是可以打的 這個就是世衛的說法 香港就緊跟世衛的說法 但是其他地方又是怎麼樣呢? 也都在2月底的時候 又出了新的調查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 我可以分享幾個國家的情況 那第一個就先講美國 那美國他們的FDA看完之後 就認為是可以打的 也都打完之後 那些母語是可以繼續直接餵的 不需要就是停 這樣都可以給小朋友 那他們有一個考慮 那他們就是說 基本上那個考慮呢 就是美國那邊其實都是說 有些醫生專業的團體去把關 那他們都是看到 那個潛在的利益是會多很多的 那所以也都說明 是不需要去避免一些 繼續胃部無語 接種了這些新冠疫苗的時候 就不需要做 那但是都說明 只是涉及mRNA的技術的疫苗 那這個也都即是 如果是香港來講 就是Beyond Taffer必泰那一隻 那而英國呢 他就講得保守一點的 那他都是說 因為現在是沒有足夠的資料 去證明他那個安全性 以及怎樣餵捕那個嬰兒 那但是呢 他們那個專家委員會 就是那邊 他們都是建議那個疫苗 是可以去被接種的 還有是可以繼續 這個就是餵捕無語的 那他們那個說法呢 其實就相對是保守一點點 因為都是講不夠數據 那比較傾向是 這個的 世衛那種說法 多一點點 那但是他們都是 覺得是可以做 可以就是餵 那呢 新加坡就有趣一點的 新加坡呢 其實呢 他們都說呢 就是 是可以接種疫苗的 就是這些的媽媽 那但是呢 他就說 穩陣起見 接種完呢 那頭五到七天的奶 就不要餵了 那所以呢 就叫大家呢 接種疫苗之前呢 就儲定五到七天的奶 那這樣 那當然呢 就是未必個個媽媽都這麼夠奶 那但是這個呢 就是一個 新加坡講得明 我是比較保守一點 再穩陣一點的建議 那我再強調 即使那個建議呢 他都不是說 滅活疫苗那種的 都是講的 mRNA就是伏必泰 就是那種疫苗 才可以這樣處理 那澳洲呢 就最進取的 就是說 你是可以接種疫苗 是可以的 還有你是完全是不需要 就是停無語的 是之前之後 都是完全不用的 那這個澳洲呢 就是講得最直接 最進取的 我會講 那而 也都我覺得 有一個很有趣的 很重要的發現 那在2月23號呢 美國呢 有一些的 學者有一些的醫生 包括是微生物學的醫生 那他們呢 就做了一個 調查 做了一個測試 那他們就是找了 起碼六位 接種了Moderna 或者Beyondet 就是兩種都是mRNA的 疫苗的媽媽呢 就看看他們那些奶 就是那些 毛雨有沒有出現到抗體 那他們那個發現就是 打完第一針 其實那七天之後呢 都已經是有出現的抗體了 那也都是 打完第二針 其實都會有 那所以呢 他們那個發現 或者調查 就很肯定就是 接種完疫苗之後呢 是有清晰的抗體的 那但是呢 我必須都要強調回 就是他們這個 研究呢 其實就未經過 peer review 即是未經過那些同僚 去疾 或者提問 那是一個 一個調查的研究 那2月底 就發表了 那大家都可以 去參考這個資訊 去做個決定 那他們說是有抗體 但是呢 在安全性那裡 就是沒有去涉獵到的 因為都可能有一些 不知道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長期的情況 那但起碼 我想他們也都沒有說 媽媽 就是那些受訪 或者是做調查的媽媽 馬上出現了什麼安全問題 以至他們都說的 這些抗體 是不是一個 是可持續性 就是是否保持著 這些母語都會有呢 那是說要更加多的 就是調查 但是呢 接種完那兩劑疫苗 MRNA 就是新冠肺炎的疫苗 事實上是有抗體出現的 那也是有些數據 有些圖表 那大家也可以看看 那我會將這些的資訊 全部都會在YouTube的短片 還有一些有關的地方 讓大家可以再詳細些參考 那我經常都說了 接種疫苗與否呢 我覺得一定是要做出一個 就是Informed Consent 知情的決定 考慮了不同的資訊 看看覺得適不適合自己 而事實上 坦白說 有很多醫生 當他們問到他們 就是胃毛魚 應不應該接種疫苗呢 其實坦白說 即使我有一些熟悉的醫生朋友 他們都相對保守 都是覺得不要打住 就是先看清楚一點 那有些像世衛那種的 那究竟大家 會想是類似世衛那種的方式 還是好像澳洲最進取的方式 那我覺得呢 就因大家自己的情況而異議 亦都可以有不同其他的考慮 那去到最後這裏呢 也都是再次歡迎大家 看看大家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又或者覺得呢 是有沒有一些不同意的地方 或者不同的考慮的地方 都歡迎大家留言 我會回答大家 還有呢 希望大家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呢 分享這條影片給更加多的朋友 特別是你身邊的朋友 如果他們是媽媽 或者有新生的嬰兒 在考慮著 應不應該媽媽是要接種這個疫苗呢 都歡迎可以給他們看看 多謝